杀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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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欢迎你们来临清心直说的第一岗 他是一个非常知名度高的 比较活泼的主持人 我现在就请萨佩玲先生 今天是我平三第一次用言语做开想法 我是C team 这港 很多人在评价现在的教育体系的时候 就在说过多的竞赛 对孩子到底是好还是坏 适当的比赛 其实是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和开拓他眼界的一个方式 比如小的时候我以为我唱歌很好听 但是我第一次去武汉市少年合唱团考试的时候 我才知道每一个孩子一上学都是 参加作文比赛的时候 原来在班上 我的作文经常老师会拿出来念 但是真正被学校派出去参加比赛 几千个孩子 每个孩子脑门上都写着作家两个字 很多同学在我旁边 我还在想 很多同学就已经开始 我才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 你要学会知道自己的能力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微不足道 但另外一方面 当你发现你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舞台 那种自信心一旦树立起来 就很难再去击破它 我在武汉市曾经有一段时间 被誉为是演讲王 小朋友们只要一去参加演讲比赛 只要一看见我在呢 大家就说 好了 今天我们来争第二名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的这个演讲比赛的经历 会和我后面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成功的阶段 我觉得都没有任何意义 唯独在成功之前 所经受的那些磨难 每个人自己心里清了 尽管我以前也觉得当主持人喊容易 但真正我往那一坐的时候 导演一喊五 四 三 他喊到三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就大脑一片空白 就嗡一下 你的摄像师坐在下面在那 搞美在 这个阶段大概经历了有一年的时间 半夜脱口哭啊自己 感谢中央台当时给我这么长的时间 让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 我究竟做一件事情我能获得什么 我会失去什么 有时候想的太多了 反而你的时间就浪费在去斤斤计较上 人生最大的妙处在于 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人生的规划要有 但是不要太让自己被这样的规划所束缚 保持我们的好奇心像一个孩子一样 这样的人在未来才有更大的创造力 这筒也会有很大的创造力